這個公仔挺可愛的 這些菇真的還是假? 衛生情況很惡劣 兩個人好像有時各自去旅行 第六天是你猜不到這麼豐富的 在看影片之前 麻煩要訂閱、分享 支持我們的話 麻煩看廣告 疫情之下去旅行 自助早餐就欠奉了 多數都是一套套的 這個小餐廳 是由一對泰國的情侶去經營的 拿了一個辦理權 餐廳的名字都是屬於這家店的 我們一出發的麥克風就壞了 現在變成了現場收音 希望大聲一點就可以了 這些菇真的還是假? 難道這些是千年蘑菇? 跟開我們影片的朋友都知道 通常我們半夜到 第二天吃完早餐 我們就開始開箱了 看看這間酒店有甚麼特別的地方 這間酒店我選擇的原因 原因是因為夠新 網紅、打卡熱點 整個度假村很美、很正 外面的配套很好 因為它晚上又有夜市 因為素攀斧 很多六點鐘都會收 但唯獨這裏 接近夜市 他們比較夜收 有口好吃 跟大家逛一下開箱 每間小屋都有它的特色 門口有不同顏色 一定不會入錯 而且一開門就這麼綠化 外圍還有打Golf的地方 然後有打骨、按摩、夜市 晚上如果星期五、六日 還說有LIFEBANG 我們入住那一晚 其實都蠻充滿的 你猜不到 因為很多泰國國內的人 都來素班府度假 之前如果還沒禁止 很多曼谷的人特意開車 一個多小時 就可以上來享受一下週末 所以這裡很棒 看了一個圈之後 其實還有很多影片 不過實在蝙蝠有限 我又不想那麼長 出發 半小時左右 我們就想去一個 有中國特色寺廟的地方 但是中途 又被我遇到他們 這地方在開派對 是 我 también 插滿臉的地方 50-的地方 哪裡都沒有 有很多東西 誰都會進去 什麼時候 我剛剛 我吃了 我來 我來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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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 你 我今天也看到很多泰國人來做祭祀 這裏像不像小吳哥佛呢 杜攀斧其實都是一個古城 大規模當然比大城小很多 但裏面都不失會見到很多古舊的建築物 有一些還有吳哥佛的影子 這裏好像大城府的墨佛 十分之一 走完迷你小古城之後 我們就來到這裏了 天龍廟 油漆還沒那麼大 難道是新廟嗎 當然不是 這個廟在大城府時期已經開始有了 這裏我見到很熱鬧 全部泰國人但周圍都是中文字 現在去市集那裏看看 我覺得給大家看地圖就會比較清楚 因為這個景點非常豐富 第一件事我們拍了車之後 其實這一邊上來就有一條街 兩邊就是食街 中間就買了手信 那旁邊就排了十二新廟 然後走進去也有些鐘樓 還有許願的地方有其他佛像 那出回來呢 這裏就厲害了 有十八羅漢的銅像 有個大公園 然後大家就會看到一條龍的 很宏偉的 其實它就是一個展覽廳 裡面就有一些3D的影院 可以帶你看看人類如何開創天地 他們是說中式的 當然怎樣鋁窩創天地 那些 然後這裏也有些博物館 另外有個寮望塔 這個這麼重要的廟 在素攀府那裏非常之出名 大事大節很多活動 整個公園很大的基本上 好了 現在我們可以一起進入去 看看我們走了什麼地方 我都說泰國人老實的啦 拍照啊 拍一些旅遊這麼有紀念性 照片都不脫口罩啊 拍照你的都太大廿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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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jya me pa mi hai わか的 ell 我愛你 終於走到見到龍尾了 在大城時代已經有了 其實是日久失修 泰國政府維修 直到現在都很新鮮 很乾鮮 在裏面最出名的 就是所有的藝術雕刻品 雖然對我來說 不是太精細 太有藝術感 但是你都會給它上面 上面的藝術雕刻品 浮雕的顏色 和佛教的故事 而吸引 對中國佛教和神話故事 有興趣的朋友 藝術館裏面也有些電影 可以給大家看 有沒有留這條蛇舉了宗旨啊 講一下笑角度問題 講一下笑角度問題 有留這條蛇舉了宗旨啊 有留這條蛇舉了宗旨啊 小韓宇 小韓 全是超高官 小韓 高官的意思是 玉王大帝 龍王 黃啊那些 這個高手一出場 天就黑了 接著下起大雨上來 阿凡話 十八羅漢 你還沒死 就放馬過來對付他 Oh my god 剛才突然間這麼大雨 唉 那我們就照玩的性格 大家看不看到有多大雨呢 那現在就上觀景台看一下了 剛才突然間這麼大雨 在宴廣場上 一天 還沒死 我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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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小朋友古靈精怪太子仔來的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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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拍攝一下 我覺得很甜 我覺得很甜 雞肉 好甜 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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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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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媽媽的 嗯 走到另一邊看看 因為除了這個建築物 另一邊也還有 但條路不太容易走 條路挺爛的 這間cafe真的非常難找 繞了兩個圈才能找到 先打卡 阿彭在買東西 我在狂打卡 掃攀府的一間cafe 最近打卡很流行 大家可以看到環境非常綠花 剛才條路有點難找 剛才我們也拍了給大家看 進來我覺得這裡很舒服 而且不是很大 食物的質素我又覺得不太好 但有意外驚喜 咖啡也挺好喝 其實進來也是食物環境的 我發現在這裡 如果找一些出名的cafe 你看到門口泊很多車 就很容易找到 應該都不會找錯 其實這裡沿途 是完全泰國的普通平民區 還在住這些高腳屋 但附近竟然有兩間不同的網紅cafe 這裏是虎的中樓 聽說你不想這麼快回酒店 越玩越晚 沒有這樣的事 一開始覺得兩個景點都嫌多 現在覺得太早回酒店 就不可以了 現在去到這個油站旁邊 附近有個市集 我剛才看到 去八卦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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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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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